美国驻华大使馆9月14日宣布 特里·布兰斯塔德大使将在10月初卸任 离开北京返回他的家乡爱荷华州 据报道 布兰斯塔德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 确认这一决定 驻华大使选择在总统大选前一个多月离任 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也引发了外界诸多猜测 在大使馆的声明中说 周一使馆内部开会 布兰斯塔德向使馆全体员工的工作表示感谢 他说 我最为自豪的是我们为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以及为我们在美国的社区带来切实结果所做的工作 并表示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为美国家庭带来有意义可衡量的结果 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我们将继续争取更多 不得不说 今年73岁的布兰斯塔德是一位相当勤奋的驻华大使 在2017年7月上任以来 访问了中国26个省和自治区 更在2019年罕见地到访西藏 他说 如果不是病毒大流行 他本可以变访所有的省份和自治区 布兰斯塔德是美国最早与中国打交道的官方代表之一 曾被中方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当驻华大使前 他是爱荷华州的州长 且在位16年 他对华经验丰富 在1983年时推动爱荷华州 与中国河北省结成姐妹州省 在1985年接待了时任河北省 镇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习当年带领河北省玉米加工考察团 到访爱荷华 2012年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重访爱荷华州 布兰斯塔德曾设晚宴招待 根据彭博社报道 布兰斯塔德与习近平都对农业有浓厚兴趣 因此结下友谊 关于布兰斯塔德突然离任的缘由 引发了多方的猜测 官宣的缘由则是来自于 特朗普近期的一场电话会议中 他提到 布兰斯塔德卸任是因为他想助选 这个原因 小编没有得到其他媒体的证实 只能看布兰斯塔德卸任反美后的行动了 而还有一个原因 则是本月初 他向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投稿的一篇观点文章 引发两国隔空嘴杖 布兰斯塔德在该文章中称 中美两国自接触以来 美国接受了中国领导层呼吁的专注合作领域 搁置分歧 而美国在解决自己关切的问题时 却取得的进展少之又少 两国关系带来的对美国人民重要的结果越来越少 并且双边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人民日报称 布兰斯塔德大使这篇名为基于对等重制关系的文章 内容漏洞百出 与事实严重不符 因此拒绝刊发 此举引来蓬佩奥的指责 他在一份名为中国虚伪的宣传系统的英文声明中称 人民日报的态度再次暴露了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恐惧 以及北京的虚伪 随着布兰斯塔德的卸任 这场嘴仗依旧没有结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驻华大使宣布卸任之后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赞扬布兰斯塔德的工作 感谢其对美国人民的服务 随后 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则在蓬佩奥的推文下评论道 如果是在其他人领导的美国政府下 布兰斯塔德会是更好的大使 布兰斯塔德是否是中美对抗的牺牲品 依旧需要时间来判定 但不得不说 布兰斯塔德被认为对华作风务实 倾向于缓和两国紧张局势 尽管他是总统特朗普2016年竞选早期的支持者之一 他的立场与白宫中的对华鹰派存在出入 根据媒体报道 当白宫抢鹰派的幕僚米勒 主张禁止中国公民以学生签证在美国学习时 布兰斯塔德表示反对 有分析指 布兰斯塔德的离任意味着中美关系又失一块压仓时 至于驻华大使接任者是谁 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消息 但是众多学者猜测 布兰斯塔德的突然离职 无论如何都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一种降级手段 体现出特朗普对华政策风向的改变 同时意味着布兰斯塔德之前推行的路线或将被改弦跟章 继任者可能是更符合美国鹰派风格的对华强硬人物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